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中华一家亲 2019海峡两岸各民族宽度3月3节 即福建省第八届三月三涉足文化节 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少数民族分收节 4月7日在福建张浦拉开帷幕 两岸数千名少数民族同胞共聚于此 欢庆三月三畅序两岸情 张浦县赤岭涉足乡是涉足人口聚居的商区少数民族乡 一大早4083的涉足群众来到这里 在歌在舞展示十二家民俗 对唱十二家三歌欢度着他们的节日 人文经济社会教育这样的交流是要多鼓励的 要多方的摄取涉猎 那我想对我们两岸交流 透过这样的交流会慢慢有所增进有所认识 同一个祖先同根同年 写农于水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 但是我们希望以往后继续有这个机会到 两岸年轻的一代更希望有多的时间 多的机会来互相的交流 位于赤岭涉足乡十七村的南氏宗祠 中玉堂是南氏涉足的发祥地 也是福建省级重要涉台文物保护单位 当天上午中玉堂内炮足齐名热闹飞凡 一场大型涉足祭祖仪式在这里举行 两岸南氏宗亲身着传统盛装 手持香火 寻鼓力祭祀南氏祖先胜中追远 让台湾同胞亲眼看见大陆的进步 大陆的现代化 大陆的成为一个全球第二的一个经济体 经常往来 常常相见 亲上家亲 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感受到 那个一家人的感觉 上一山的这个活动 我们这个邀请台湾的少数民族来 已经有 也有世界了 通过两岸少数民族这种活动 我们叫同心共住中国们 两岸的少数民族 一家人 两岸人民都是一家的 记者了解到 作为南方奢族和福建奢族重要主居地 湛州现有奢族人口5万多人 居福建省第二位 本次三月三活动的主要举办地 张浦县是湛州市少数民族重点县 奢族人口主要分布在 赤岭湖西等地 这里迄今保留着浓郁的奢族风情 三月三是奢族同胞的传统节日 已成为奢族的品牌节情活动